來關心我們國軍 最近現在在進行七天六明的演習對抗 是由中部的10軍團增加五百六里 對抗南部北軍團幾乎三三三里 早在就有關台戰車篩建過中華 要是這次的朝鮮也頭一次加一十四天 新鎖九條的後備軍人 有中部10軍團增加五百六里 南部北軍團幾乎三三三里 進行連盟路的對抗 導致用後鎮車分把鎬車上並列 相同這回的生意中台灣高手 國產的無家無人家 輔助空中正所人物 將後部隊的當中提供鎮定的多項 有根表示這次朝鮮重點是在五年戰術作為 全正在嚴重科研部隊 下令戰術掛出的能力 現在這次從來比較久年 列入後備部隊 再頭一次加一十四天 新鎖九條調集的後備軍人 強化雙筆後面 當中很正的機制 五點多就從二林出發 到這邊來等待這樣 看到我們的戰甲車在路上跑 覺得怎麼樣 感覺滿震撼的 因為在那種三間小路 還可以這麼明活的 在那邊運行 覺得滿厲害的 貫徹一個五腳本的一個仿作戰場景的一個演練 我們的長輩部隊跟後備部隊要相互支援協調 炒演重點是在目標本接近是正法的軍人 過程總統很多 有車在白暗時在台十九山加基六腳匆 撞到車在路邊的軍用卡車 後面的機車是撞到車車 作上三人受傷 另外炒演又團出有三十隻正家車 中軍車過重 有關北海公沒這件事 不過有跟拜託五種的細節來致起炒演裡面 這些在演習當中所會面臨和發生的狀況 預期或不預期的 實際上也是在作戰場景上面 會發生的一個狀況 現在空越紅台可能直接掃臺灣 又為炒演帶來變數 有關的考慮部隊救回來 風修及相關的時空因素 提早作出決定 記者中華報道